大家好,我是Den 由姚家庆古三位成员 额纳、奥姬新比所组成的新人女团PBG的出道日期 可能会延期了 1月31号,所属公司对外声明 30日上午,额纳接到了确诊通知后 新比再次进行了PCR检测 31号也接到了确诊通知 目前新比没有特别的症状 正在隔离并接受治疗 原本PBG是预定在2月9号发表出道专辑 但是因为奥姬在28号 额纳在30号,新比在31号 成员三人都确诊了新冠肺炎 所以出道日期很有可能会延期了 而所属公司也对媒体表示 目前打开了所有可能性 会在观察一阵情况后再做决定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还不如直接在冬奥结束后再出来吧 希望都能健康 都那么努力的准备回归了,好伤心 但是孩子们的康复是有限 孩子们亲口说没事,安心了我们 再晚一点也没关系 希望能做好决定 对,再晚多久也不是什么问题 健康是最重要的 所以,希望仇人们都能早日康复后再回归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受到很多韩国网友们关注的 长得丑的男生无法谈恋爱的真正理由 长得丑的男生们真的会有错误的想法 不是因为长得丑所以无法谈恋爱 是因为长得丑又没有魅力 所以才无法谈恋爱 有很多男生是长得丑但是很有魅力 不是长得帅长得漂亮就一定能谈恋爱 也不是长得丑就不能谈恋爱 就是那些长得丑也没有魅力 甚至还有自卑感的人会说那种话 觉得自己长得丑的人就用心打扮一下 不要以丑的样子在那里 又没有人气又无法谈恋爱 所以就产生了自卑感 性格也变得更古怪 结果就被女孩子们更嫌弃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说得很好 这魅力也不是说要有华丽的个人机或者是背景 只要有礼貌善良的人就一直会有女朋友 长得丑但是有魅力的人会很有人气的 太中肯了QQ 看邪新闻就能知道 太太们都有多漂亮 对于长得丑的男生无法谈恋爱的真正理由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月即将回归的IDOL们 BIX的拉比将在2月8号发表第二张正规专辑 PBG将在2月9号发表出道专辑 但是因为成员们都确诊了新冠肺炎 所以出道日期很可能会延期 彭坛虽然的网络漫画 7 Fates Chaco的音源将在2月5号公开 2月11号发表 天阳将在2月14号以正规第三张专辑回归 女团A-PINK将以10周年特别专辑的主打歌Tilema回归 男团TREASURE将在2月15号以第一张mini专辑回归 LONBRIDGE将在2月16号以单曲ABO的回归 参加PRODUCE 101第二季的练习生 应用Artenso在内的新人男团TEMPEST将在2月21号出道 女团CLASH将在2月24号以mini第二张专辑回归 接下来是还没有确定回归日期 但是很可能在2月回归的IDOL们 STACY PILLY And MIX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对于长得丑童男生无法谈恋爱的真正理由 자기야 어? 나 못생겼어? 대답해 뭐? 나 못생겼냐고 장난해? 자 다시 한 번 나 못생겼어? 어! 2 う휸던 情侣 2 2 2 3 3 4 4 6 5 6